嗨,大家好 随着世界范围疫情的持续 口罩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 缺一不可的必备之物 不少人,特别是上班族 因为长时间戴口罩引发 或是加重了面部皮肤一些不实症状 比如发红,长痘痘 特别是女同胞们最担心的肝草问题 下面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 同时为大家介绍一些这种情况下的护肤要点 和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护肤品 原因之一,反肤脱带口罩或是戴口罩说话时 皮肤和口罩之间发生摩擦 角质层容易脱落,保湿屏障功能容易下降 自身的水分就容易蒸发 皮肤就会变得特别脆弱 原因之二,反肤脱带口罩会使皮肤 承受多次温度和时度的变化 戴口罩呼吸时,脸部皮肤处在一个十分潮热的环境之下 一旦摘下口罩,这些水分会突然消失 这样反肤就造成了皮肤承受多次温度和时度的差异变化 也就引起了皮肤粗糙的现象 这个时期应比平时更注重保湿护理和保证皮肤的清洁度 此外,由于摩擦皮肤会对刺激非常敏感 因此选择低刺激型的护肤品至关重要 许多厂家包括乌印良品都有这类无添加的化妆品出售 大家可以去看看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这个时期除了工作应尽量避免抹粉 实在有必要必须在化妆机底上涂抹保湿度较高的面霜 尽量化淡妆 但不化妆最起码也要抹上化妆水和乳液 做到彻底保湿 目前是冬季空气非常干燥 特别像我这样的干性皮肤的朋友 应该使用带油性和保湿度较高的化妆品 比如这样的春油 还有凡诗玲 以前介绍过的 最近我还使用这样的花王公司 制造的Livea 现在好像世界各国都有这个品牌 以前是护手 但是现在我在网上经常看见日本医生 有关介绍他们的使用方法的文章 据说可以用来护肤 护理脸部皮肤 我经常出门之前 就抹一两笛春油 或者是薄薄的一层Livea 在脸上 就能够防止口罩和皮肤之间的摩擦 同时也预防了干燥 顺便介绍一下 这款Livea 虽然是日本花王公司的产品 但它源于德国的一家公司制造 不仅在日本世界范围内 也一直深受各个国家人们的青睐 国内也应该有出售吧 樊世宁呢 则是源于美国 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它的产品 春油则是日本的产品 这三种呢 都是家庭物美的护肤品 在日本任何一个药妆店都能够买到 还有一个不容忽悦的 就是皮肤的清洁问题 医生建议 包括所有的男士 从外回到家 首先摘下口罩 尽快用温水洗掉戴口罩时 过程中 附着在皮肤表面上的油肌 汗肌和化妆品等等 这时应该注意 长时间佩戴口罩 造成皮肤处在了一个 非常敏感脆弱的状态 所以应该选用低刺激的洗面奶 而且洗的时候 尽量使用这样的洗面网 搓出泡沫 因为泡沫不仅具物力强 而且对皮肤的刺激也很少 清洗时呢 注意用温水仔细清洗 不要用太热的热水 否则会夺走皮肤过多的油脂 而且还会刺激皮肤 其次就是洗完脸之后 尽快抹上化妆水和乳液 来补充皮肤失去的水分 有些医生建议 为了减少脸部与口罩之间的摩擦 在口罩内 可以再贴一张这样的柔软纱布 这样也可以帮助减少摩擦 我今天的分享 大家都能记住了吗 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 对吧 有奶奶 亲子一分钟日语小课堂 耶 皮肤粗糙 皮肤光滑 皮肤光滑 皮肤湿润 皮肤湿润 しっと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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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乾燥 カサカ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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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すいません 皮肤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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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小时的帮助 皮肤的症状 能力 逆断 皮肤 鸡皮肤的症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